他對蘇聯來 他對日本來 他對外人來 他對日本來 不管他們是從哪裡來 現在他們都是我們的台灣世界 在家裡不要一個人完成 叫老公當年挖這個 旁邊就拿來就放進去就可以了 兩個可以分工 最好有個助理在就對了 不要太多肉喔 因為要放那個 瞬息 左撇子 玉姓啊 我是拿左撇子 你看 因為這樣子的話這邊會比較亮 你如果經過用太硬喔 你去磨的話 他一定會坑坑洞洞的 你看 兩個很漂亮 來 就在怕它散了 你咕咕咕咕咕 好 來 換你 換你 你會勒 你在這裡 肉太多了 不要那麼貪心啦 筍子比較好吃 筍子很好吃 肉少吃一點 筍子有纖維 筍子多吃一點 好 欸 這 好 可以了 可以了那個 來 多一點 看吧 今天我們兩位台灣媳婦兒 又來學了一個台灣小吃大碗 用手指就好 大碗整形的話 用這個手指就好 慢慢 從旁邊有沒有 這個邊緣 這樣 有沒有 然後抹平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很漂亮了 好 在這裡 這個蒸出來都很漂亮 只要不要露餡就好了 我再做一個 再做一個 很好 很有興趣對不對 厲害喔 你看 我們青椒弄得多漂亮 看看九串 揮一握 揮一握 好 再揮一握 因為有時候放著會乾掉 對 好 來 淋上去 我等一下再教你們怎麼淋 你們看我淋好像很簡單 即使它有技巧的 中間不要去做 那我們不夠怎麼辦 不夠再用一點點 好 來 可以放下去蒸了 好 來 我們要放下去蒸了 好像太多了 好 沒關係 再放一點 再放一點 這樣會不夠 好 OK 很難耶 很難喔 不是像你想的那麼簡單喔 對 老師說用這個手 旁邊把它是這樣子弄一下 它就很漂亮了 你厲害喔 還是你厲害 看這個肉圓在出的當中 然後呢 我們就來做一道呢 最適合在吃肉圓的時候呢 配著吃的四層湯 等一下 老師 肉圓才要蒸多久 十二分 十二分 要看厚跟薄 好 大約啦 十到十分鐘 或十五分鐘這樣 要看你啊 你如果做得很厚的話就 OK 好 素形湯的材料 素形湯喔 就 我們今天是五層 因為我們 有時候在外面吃四層湯的時候 藝人都很多 它其實只吃到藝人而已 沒錯 所以我們就把藝人拉出來 然後其他的就是 這是茯苓 茯苓 這個是茜食 茜食 對 這個淮山 蓮子 這個都到中藥店就買得到 對 或者是那種 賣五股雜糧店的 就可以買藝人跟這個 但是這三樣一定要到中藥 對 對 這個都五十塊了 都中藥店 五十塊 這邊不算 然後呢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說 蓮子買回來 你看 有時候 它雖然 沒有 它們已經 都去腥去好了 但是這個腥有時候會去腹不乾淨 我都還會再泡一下 軟一點我就再看一下 這個如果沒有去除 等一下整鍋都是苦的 對 沒錯 所以呢 我們要檢查一下 大骨當然就是要先租的大骨 把它熬成湯 對 一定要汆燙 一定要汆燙 汆燙之後 汆燙讓它那個血水跑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在汆燙東西的時候 都像我們都一滾得很久 還一直在撈 其實它剛滾的那一沙 就要把這些渣渣 上面的那些泡泡的渣渣 對 泡泡渣渣 要撈掉 那在熬的時候 然後乾淨了 你再繼續熬 它還會有一些渣渣 那個就不能再撈掉 那是它的吋 對 你就不能一直撈一直撈 因為我的人是越煮 一面煮一面撈 營養分子不見了 好 那這個要汆燙 汆燙完以後還要再洗乾淨 它才不會有濁 這個是已經汆燙過了 對 汆燙過了 然後我們把它丟進來 不必等水滾吧 不用 我們這種東西不能等水滾 就一起下去就可以了 真的啊 對 然後這四種當然就直接加進來 也一起下去滾 對 可是蓮汁不是滿快熟的嗎 沒有關係 蓮汁其實熟一點很好吃 對 那這個因為我們有泡過 泡過了 所以它不用煮太久 它其實不用煮太久 因為我們這種小腸 我等一下再教你們整個處理方式 然後我們去把它把它撈進來 老師 這個 你現在這個是乾貨下去泡水嗎 有 有 泡 然後如果是用生的話 就不用滾那麼久對不對 對 生的什麼叫做生的 生的蓮汁啊 就是還沒有曬乾過 沒有乾燥過 對 就是在盛產期的時候 沒錯 就會有剛才說的蓮汁 對 那種就不用 你知道嗎 那種最後再放 沒有 我都看過這種乾燥 你都看過乾燥 然後 對 因為這個豬肠 小腸我們已經處理過 已經拌爛了 所以就等一下 這邊熬一陣子以後 我們再教進去 那你如果說 沒有事先 經過這一道手續的話 你們現在就要放進去 因為小腸很難 很難煮走 所以小腸也是要洗乾淨 先穿燙之後 然後就一起滾是不是 它不是這個 對 如果說你們沒有事先處理的話 只經過穿燙的一下而已 就要現在放進來 但是放進來就是你剛剛講的 那蓮子會變成太軟 對 所以呢我們 還是分開來做會比較好 台湾西湖 然後呢我們 其實我在洗的時候是 比較沒有再用到那個 環 因為我都直接用鹽巴 下去抓抓抓 然後多抓幾次 再來第二個步驟我就 放那個醋 再去抓抓抓 第三個步驟我再放麵粉 因為麵粉在 經過麵粉在抓的時候 然後它那個 一些黏膜都不會 就洗乾淨 那太沖就沒了 所以啊 其實 那個只是以前人 煩才會 對 古早的年代的人才會用煩 因為煩它多多少少有一種 那種化學品在裡面 對 還是不好 還是要用老師的方法 鹽巴再來醋 再來就是麵粉 加越南還是用鹽巴 對 只有用鹽巴而已 那還有人用那個 啤酒 也有人用啤酒 這個好難 對啊 用啤酒應該也會洗得很乾淨 對 老師說啤酒是要去拋這個小 洗啊 牙齒 不行 其實它有很多方法 都可以去把它洗乾淨 給它那個活潑的洗乾淨 對 然後呢 好 洗完以後 我們洗乾淨以後 來 用蔥 薑 酒 水 蔥 薑 酒 水 就是說這個鍋裡面 放蔥 薑 酒 水 就水 然後呢 就放下去 好 煮 開始煮 當然你要先汆燙一次 洗完以後再用清水汆燙一次 再用蔥 薑 酒 水 然後去煮 煮到它稍微 拌爛就可以了 不要太爛 然後要放進來跟它一起熬的 就是 這還沒蓋呢 還沒蓋呢 但是還好已經 對 指甲按著下去了 然後它有一個訣竅 就是說 當你全部煮好 你這種小腸 你拿起來剪一塊去吃的時候 它有一點帶脆脆的 還沒有非常爛的時候 你把它撈起來 然後泡冰水 要馬上泡冰水 不要讓它繼續爛 不然要爛爛 吃到會怕 再來 我以前做過這種聲音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還有一個秘訣就是說 我會拿到去冰 隔天它就會變得很脆很好吃 對 冰鎮過就對了 冰鎮過了 它會非常好吃 我們一次都會做很多 然後冰 冰在冰箱隔天 它就特別脆 它脆中帶軟 咬得下去 但是它不會軟軟的吃起來 很可怕 就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其實 還沒有退 那我們來看肉丸 肉丸好像已經好了 哇 好漂亮的肉丸 漂亮 漂亮喔 來 我們拿起來吧 很漂亮 不是 拿這個 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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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燙鹹香 你看喔 這麼漂亮的肉丸就完成了 唉唷 這個是誰做的好美喔 是我做的啦 你這樣比較臭肥 不可能 那你沒有老師做耶 那他人家裡講 那不是你做的 這家裡 你看 這麼圓 這麼漂亮 這麼光澤 怎麼可能呢 有電池等一下 來 好 來 這個肉丸就 這樣就好漂亮喔 就給的非常的美喔 等一下扒出來 更漂亮 有花紋 老師那是不是等它冷卻了 再把它放進去 冷卻了 你去扒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好扒 現在如果你勉強去弄 你手會 會燙 然後它軟軟的不會 可是你又用什麼 這鍋 有鍋嗎 真的 不要看到人像我這麼聰明 對 對 有什麼不明瞭的 趕快 問喔 還有什麼不明瞭 你們那邊有沒有四成湯 沒有 就只有腸子 有那個 酒肌肉而已 用什麼東西煮雞肉 用那個中藥 中藥 對 一樣是這些材料嗎 不知道有沒有一樣 可是 就從那邊也可以買得到 對 蓮子你們那邊有嗎 有啊 有 也有蓮子喔 對有 可是我們一般不煮鹹 我們就煮甜的 煮甜的 可以跟白木耳一起煮 對 有沒有什麼紅棗之類的 對 不能是那個綠豆 對 你們那邊真的很流行綠豆 對 綠豆的意思是嗎 嗯 不知道 綠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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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這是不是要把它弄進去 對啊 好來 就要把腸子放進去 不過喔 這個一定要焙乾淨 把那些墨 對 這個還是那些髒髒的泡泡 這樣會比較清澈比較好吃 不過不要等一下喔 等一下就不要再撈了 就不用撈了 就是第一次的撈起來就好了 老師剛剛也講過吧 第一次的這些 覺得髒髒的東西先把腸子放進去 好然後把腸子放進去 腸子最好保持整條 那時候要吃的時候再剪 再剪就好了 對 不然剪好了下去 你也撈不緊 就剛才撈整個包撈不起來 好來喔 然後我們再等它煮熟了 我們就可以了 好 好 那個肉丸 肉丸其實 蒸出來吃當然不會很好吃 最重要就是醬料 那我們現在就來教醬料的做法 醬料做法其實很簡單 剛剛的第一個步驟 用再來米漿去開 開米漿 再來米去開米漿 這個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一樣 但是這個水要撿半杯 就是半杯的再來米粉 就變成三杯水就可以了 那一樣再做一個開米漿的動作 還是要讓米漿這樣醜醜就對了 然後我們順便把 因為它這個要有一點點微甜 所以我們就直接倒糖下去 這個糖要多一點點 你要吃下去會有一點點甜甜的感覺 像我們在外面吃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這沒有什麼你去沾 它會甜就OK了 夠鹹鹹就對了 不知道 好你的水 你沾下去 它會甜甜的就OK了 好 因為它這個叫做甜漿 像我們外面在賣肉丸 它都是分開的 它有一個紅紅的 它就是甜漿加番茄醬 但是它有時候很紅 它是會有一點點色素的成分在 不然不可能那麼紅 這樣好 最好一點點 對 但是它一點點而已 它其實點到為止 它也不會 在我們家自己做 就不需要去加這個東西 你們不要求美觀的話 好吃要緊 對 住人就住美 對 這個一開起來其實那些倒一倒 那些是哪些 那呢 蒜頭 蒜泥跟薑泥 薑泥 對 這樣才會好吃 對 好 放手真的不錯 嗯 卡手不黏黏黏 我告訴你 真的 對 對不對 不然是要怎麼做家庭主婦 說的也是 但是我不是只做家庭主婦而已 對不對 也是很累 對 好 這個一下子就好了 不用像這樣勾就對了 沒有 還是煮滾嘛 因為我們馬上就要沾來吃 你沒有煮滾的話 寒生一定是不好的 然後你還沒有煮滾 它也不會變稠 對 對 生水把它煮熟了才可以吃 對 但是老師 我們剛剛整個用生水 稍微滾一下才好 還是說 我們最好是用那種冷開水 就是滾過之後冷掉的水 其實你再煮滾滾應該沒問題 這樣 對 對啦 但是因為有的人比較膚 我現在是在說過 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用兩開水 我聞到很香的水性湯味 對 真的讚 沒關係 我們台灣媳婦 那幾個冰先讓他在那裡等 那個腸子要先撈起來 不然會太軟 撈起來 撈起來 可以了 сюr 快好了 快好了 現在快腳步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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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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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我現在要等 讓我們這樣 好 等一個雞尖幾粒 好 因為腸子要撈起來 才會好 剛才我們的絲髮又多可愛 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肉 我只要吃那個筍 跟那個QQ的皮就好了 我真的很怕紅苔 妳可以把肉撈掉就好了 我就是說 就叫人家抱一顆 你看 滾了 就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們就來餐 其他的調味料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這個我們 當然要試看看它有沒有甜 老師妳說要加一加 沒有啦 要加一加 沒關係 我們現在加一邊 好啊 回到我用一用對不對 妳做妳的我教我 老師差不多多長這樣嗎 富才里 妳要吃多大塊就多大塊 妳想吃多長就加多長 不要啦 太長了 太長了 很難保護妳給我 這個一定要有微甜 微甜很重要 沒有微甜的話 那個醬料起來 味道就不夠 所以一定要吃到 有一點點微甜的感覺 就對了 現在就有甜了 然後來 它的鹹度來自醬油膏 醬油膏 對 妳都不跟我說 多少分量 妳都考驗鹹的 我們這個比例差不多 要到差不多 幾乎 相近要三分之一罐了 三分之一罐 這樣裂得那麼多呢 因為醬料就是醬料嘛 它只是 重新調過而已 然後我們會餐一點點蠔油 因為我喜歡加蠔油 是因為它有鮮味 它這個是香菇提煉的 我是用素蠔油 不是用荷的 像泰國還是越南 他們都喜歡加魚露 也可以啊 這個都隨便 醬料其實隨便個人口味 只是它是用再來米漿 或者是糯米 糯米漿都可以 好 特別介紹這個海山醬 海山醬是鹹的番茄醬 就是說這個海山醬裡面 除了番茄醬以外 它有加了味噌在裡面 就是說味噌在裡面 所以它叫做鹹的番茄醬 好 來 這個加海山醬味道就會比較棒 所以這個比加一般的番茄醬 味道會更不一樣 對 沒錯 它因為有一點點味噌的成分 但是如果你們喜歡味噌的味道 其實還可以再加一點點味噌也無妨 就是自己可以用味噌把它調一點點水 讓它稍微吸一點 其實這樣已經快OK了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薑汁 薑我不喜歡把整個渣渣放進去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薑汁 只要它的汁就好了 這個是在家裡是這樣做 他們做生意是一盆一盆做 一盆一盆薑 沒有人說一鍋這樣到底的 因為我們在家裡 這個是蒜泥 現在真的是 這個人要五味醬 這是幾味醬 這個叫做甜不辣醬 甜不辣醬 這個可以關東煮啦 什麼都可以用這個醬來品種 你想沾什麼都可以沾就對了 因為這個沒有辣的成分在 所以我習慣加這種甜辣醬 你們也可以加辣椒醬 這個都隨個人口味 麵的這些東西都隨個人口味而定 來 這個一加碗就差不多完整了 就可以上桌了 對 你加碗我的腸子也剪好了 所以助手一留的 真的說的 來 沾看看 還不錯 不夠甜 老師 你如果漏掉就真的 對不對 甘湯 最好是不要漏掉了 對 各位自己說真的讚 跟我一樣 不理你去炒味 大一彎十五 好漂亮的肉丸喔 再加上 香檳檬的酥仙湯喔 剛才米酒給我拿 老師 你要加我的肉丸拿下來嗎 嗯 好 放涼喔 放比較涼會比較好拿嘛 放涼一點 稍微抹一點點油 才好拔起來 然後這邊會比較亮比較好看 好 就直接這樣 用手拔 對 就直接把它拔起來 你看 就是這麼漂亮 你看這邊有溫度 就這樣 好 這素仙湯呢 老師說 回家裡就是吃的時候 才去捏碗的 不過因為外面的麥喔 都是那種酒 就加 一碗一碗加 那我們直接把它加在裡面 嗯 好 OK 來 老師您先請 好 謝謝 好 請加 瑀姓 那個肉丸自己的 醬汁自己用 好 還叫我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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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也沒時間 湯匙 對 對 來 好 謝謝 來 哇 這裡還有一道很特別的 我們今天呢 除了有這個 買肉丸配這個素仙湯以外 還有這項 瑀姓介紹一下 這個是越南的孫檢 裡面包的是 芋頭 還有 豬肉 還有胡椒粉 然後 我用台語講 紅蔥頭 然後就 那個 用越南的 那個 蛋餅皮 然後就給它包起來 包好就用 油去炸 炸春捲就對了 對 炸春捲 越南的蛋餅皮 跟我們的春捲好像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對 我先來吃一口 這炸春捲就變得很壞 對 其實可以拿剪刀啦 拿剪刀剪啦 很Q對不對 對 那個 脆水 對 脆水不一樣 然後肉很甜 對 對不對 對很好吃 然後這個皮更不用說 這真的是真功夫耶 對 青椒 我還吃到 你今天你覺得 你有沒有選到真功夫 有 有 我回去做看看 如果會做得很好吃 我一定會告訴你 要拿來給它吃 好好好 這太功夫了 沒有 我本來都要拿來給你吃 好 就好 好 再來 還有我們的素心湯 好 好香 你看 滾得軟軟軟的 葉子也軟軟 然後這個 懷石 不是懷石 那個 芡石 還有這個 蓮子 腸子 老師 這有什麼作用 我現在沒有 寶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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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akiupa 淮山跟芡石 符森 那 它唳人 麗尿 然後 然後 芡檸也 林 那個 那 柳檬是 清和 嗯 氣廢啦 你們倆只會 給我這裡 你會很好喝 就是 很好吃 很好吃 對啊 對 因為我也有去試 零試過 這個是 在一鍋 油渣裡面 然後就是 我試試比較 就沒感覺怎麼樣 因為 我覺得 feel 那個是不一樣 我真的 這個就不一樣 這是用清蒸的 那那個是清蒸熟之後再去油炸鍋 那我們現代人都喜歡吃清淡一點嘛 那就用清蒸的就好 真的是Q彈彈喔 然後這個就真的很好吃 然後那個燙子真的是 切喔 還沒感覺讓你這樣 要怎麼說 切 但是不會讓你感到補血下去 這真的是功夫喔 我告訴你 那這個 請教 你覺得這個蘇老師喔 是不是教得很棒 真的很棒 而且喔 你看他的所有的 該教的全部都教耶 他沒有一個說不教給你們 全部都 有些人啊就是覺得說 那是人家的病嘛 不愛給人教嘛 但是我們的蘇老師是絕對不會這樣子 所以呢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真的很榮幸 可以請到我們的蘇老師來到這裡 那也當然 最主要的是希望說 一個禮拜有一天的這樣的美食時間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啦 讓我們的這個台灣媳婦們 可以學到更多的這個美食啊 小吃啊 當然啦 最幸福的就是你的先生 你的公婆 你的小孩啦 雖然你會辛苦一下 不過只要你樂在其中 把這個美食做好 你會覺得很有成就感不是嗎 謝謝 謝謝蘇老師今天來教我們做肉圓豬素行燉 也謝謝我們的玉姓 帶來這麼好吃的這個 越南春景 我都還沒有吃一口 當然因為現在已經涼掉了 所以皮比較沒有那麼脆 現在剛大起來的時候 皮是很脆的 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姓家一直說 對對對 你看我們還沒吃 對 好 好吃 欸 老師 沒有輸到的春節 真的說 也謝謝我們的 青椒 老全民 好 希望呢 這個節目中 呈現的 給你們的這個 材料啦 食材啦 做出來的美食 能夠讓你們學得很棒喔 下回台灣媳婦見了 拜拜